这个男人擅自修改军库 被纠察队的人发现 没想到王源亮犯了错还挺横 纠察队的人可能这辈子 都没听说过这么无理的要求 直接把王源亮给关了禁闭 并通知了连长杨兴荣去领人 这下杨兴荣的脸都丢尽了 就跟李英虎来到师部找到岳军 再怎么说 岳军现在也是师机官的人 跟纠察队说一说还是方便的 岳军也听说了 王源亮善改军库的事情 他也是挺无语的 上次就是王源亮偷了他的军服 这次又出了这茬子事 岳军说的杨兴荣都知道 可是这件事不光是王源亮一个人的事 万一被批评通报 八连的荣誉就完了 但岳军还是没有答应杨兴荣 但是王源亮毕竟是违法的军官 人家军务科也是照章办事 我不能违反原则去求这个情 你可以不帮我 但你不能不帮八连吧 不能不帮王源亮吧 别的什么事都好说 但这种违背原则的事 我实在是张不开口 再说了 即使我去说了 也未必管用 直接把杨兴荣给惹火了 你不就是个小参谋吗 屁大点官 跟我打什么官枪 这个那子的 行 我不求你行不行 最终王源亮还是被放了出来 不过是背了一个处分 王源亮跟杨兴荣 都埋怨岳军不讲私情 岳军也知道 这件事是他做的不尽人情 就去给王源亮他们俩道歉 于私 我应该帮这个忙 可是于公这个忙 我不应该帮 你们要是实在不原谅我 就打我一顿出出气候 我们只是基层的一个小萝卜头 怎么敢打你师部这个大参谋呢 岳军看两人不接受自己的道歉 直接一拳打在树上 把手给打骨折了 也表示他的态度 见岳军都这样了 杨兴荣和王源亮 就是想恨岳军都恨不起来 几人又重归于好